大家好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2019年7月最新的绿卡排期 另外我们给大家讲一下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的关于2019年接下来几个月的排期进度的展望 先看一下2019年7月的排期 美国移民局已经说了对于排期表亲属移民会继续用filing date 职业移民用final action date 排期的具体对于EB1杰出人才类别排期有所前进 前进到了2017年的5月8号就是前进了两个半月 那么对于EB2类别包括有NIW还有PORM的排期前进到了2016年的11月1号 比上个月前进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EB1和NIW的排期只相差6个月0一个星期 而且根据下面我们要谈到的消息 EB1的排期前进在今后几个月可能会停滞 不会有变化 而NIW排期不好说 有可能会继续前进 我们会看到 对于EB3类别这样的职业移民排期前进了三个半月 前进到了2016年的1月1号 这里我们希望强调解释一下 EB3类别里面又细分成若干其他的种类 这里的排期指的是职位要求个人有学士以上的学位 本科以上学位的 以及所谓叫有技能的skilled worker 还有一种EB3有一种叫unskilled worker 我们在我们的视频频道里看到 有的观众建议留言 让我们来讲一下这方面 坦率地说我们不建议 如果人在美国以外的话来申请 因为要有十几年的排期 这是一种特别的种类 对很多人可能不适用了 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 比如包括有打扫养鸡场 打扫披萨哈的后厨等等 像这样的工作 理论上是可以申请的 但是目前的形式对于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 要等十几年的排期 各种变数太多 如果有具体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那么对于EB5投资移民 排期也没有变化 还停留在2014年的10月1号 这以上是职业移民 对于亲属移民 需要强调的是绿卡持有人的配偶 和未婚的子女 未成年子女 排期时间很短 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相应的呢 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然后可以成为拿到绿卡的一个比较快的途径 可以对你本人 以及如果你有未成年子女 21岁以下 可以较快的取得绿卡 这个以前我们在别的视频里也讲过 目前仍然是这样的 可以算是一个窗口 如果符合你的情况了 如果你的身份快要过期了 或者有别的情况 但是结婚了 配偶有绿卡 那么呢 可以比较快的通过亲属移民 替交485 交了以后呢 就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对于其他类别呢 大家知道美国公民的直系亲属 比如说美国公民的配偶 父母 还有未成年子女 不用排期 都可以直接交485 然后很快可以拿到绿卡 其他类型的亲属移民呢 一般要排期若干年 那么以上呢 是2019年7月的排期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今后几个月排期的进度展望 虽然呢 现在是2019年的6月底 一年呢 仅仅过去了一半 但是呢 大家知道这个财政年度 和这个日历上的年度不一样 现在我们刚才讲了 2019年7月的排期 那接下来呢 到了2019年8月 就已经接近到了 财政年度的尾声 因为呢 到了9月底呢 这个财政年度就结束了 因此呢 美国国务院主管制定 绿卡排期日程的官员 叫奥本海默 他呢 在最近6月21号 对美国移民律师协会 发布了消息 预测2019年8月 及此后的排期 我们在这里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EB1 杰出人才类别 预计呢 是这个排期 在本财政年度 今年的10月1号以前 不会再前进 那么也就是会停止在 2017年的5月8号 印度的排期呢 也会停止在2015年 然后呢 到新财政年度 10月1号开始以后呢 印度排期 应该也会回到2017年 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排期呢 从8月开始 有可能还会倒退 一直到新财政年度 开始以后呢 才回到目前的2018年的排期 那么这说明什么呢 我们看到 在世界所有地方 对EB1类别 这个需求很大 那么一直都有排期 就这一点呢 就使中国的EB1申请人 恐怕很难拿到 所谓的剩余名额 那么相应呢 EB1的中国申请人 这个排期 恐怕也不会前进多少 对于EB2类别 包括NIW和PRM 中国的排期呢 不一定前进 具体是前进 还是倒退呢 还有待观察 因为呢 官员也没有明确的讲 他只讲到了呢 世界其他地方 预计呢 在财政年度接近末尾的时候 在2019年的8月和9月 会有排期 到新财政年度 10月1号开始以后呢 这个排期会缓解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观众里面 有你个人 或者你的配偶 是出生在中国大陆以外的 那么呢 你想提交I-485 那么可以考虑呢 抓紧在今年7月提交 也可以考虑呢 比如说和你的I-140 一起提交 否则的话呢 可能就要等到 10月以后 才能够提交 对于EB3类别呢 官员明确讲到 说中国的排期呢 可能会继续前进几个月 而世界其他地方呢 到8月9月 财政年度 接近末尾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排期 对EB5 投资移民的类别呢 估计在这个财政年度里面 就是今年剩下的 789这三个月里面 估计这个排期呢 会停止在 2014年的10月1号 以上呢 是2019年7月的排期情况 和对今后几个月 排期进度的展望 那么我们定期呢 都会发布 关于排期的最新消息 大家可以搜索 牛卫明看我们 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录制的200多个 关于美国移民签证 方面的视频 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容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